先把那个金针菇给它洗干净 把根部这一点给它切掉 斜着切 就是不要你看就切成这样厚 就不要切得特别的窄 就这样子厚度差不多的这一种就行 冷水下锅热水下锅都是可以的 把那个火锅底料给它倒进去 喜欢吃辣的多放一点 喜欢吃辣的多放一点 然后加一勺盐 这个芝麻酱摻芝麻的 就是你就是加水给它稀释就行的 然后喜欢吃芝麻酱的多放一点 不喜欢吃麻酱的少放一点麻酱 这个是我们就是喜欢吃麻酱 然后已经做了一罐 做了一罐用 喜欢吃辣椒的话 可以多放一点辣椒油 做熟了给它捞到盘子里边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给它浇上去 就OK啦 大功告成